今天想說一說VPN 我發現用免費的VPN去用 CheckGPT 網站版 反而有時候比一些付費版更好 我先給大家看看 首先平時 例如這是我的Chrome browser 我去 CheckGPT 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當然會告訴我是混賬不到 因為香港不給用 去 Check我的IP 於是我就會用 Surfshark 即是一個VPN的工具 當我去西雅圖才算 它就會開始和我 Connect Connect 了 現在我已經去西雅圖 我再去 CheckGPT 的時候 由於它已經記錄了我這個 browser 是香港 所以它仍然說我的IP是香港 於是我就會去使用 Perfect Mode 然後在 Perfect Mode 再按 Check GPT 走進來的時候畫面就看到不同了 因為我避過了它以為我在香港的IP的問題 接著要 Lock In 正常這些流程 但是這個所謂的正常流程 我發現又不是每一次一定可以的 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它都會查到我的IP 就算我做了VPN的過程 看看這次成不成功 因為我用了VPN 然後走進來 我每一次都要做一個動作 就要做 Verification 看看我是不是機械人 那些東西 因為我還沒有 Lock In 因為它只用了 Perfect Mode 的意思 就代表我其實 不會 Lock In 定在這裡 每一次進去就好像一個新的User 走進去 這次叫我走進去的 可以用到我 Pay Version 的 GPT 4 Check GPT 等等 但是整個過程 由 Connect 我的 VPN 又到 Lock In 還有我試過十次按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次 這個 Perfect Mode 它都會檢查到我的IP 是黃了 可能因為太多人用 但是我發現 這個 Pay Version 的過程 按來按下去 會浪費時間一點 我發現 可能有些User 都已經知道 有一個 Browser 叫做 Opera 市場份額會小一點 但是它有什麼特性呢 這個叫 Opera 的 Browser 我們按一下 Opera 的 Browser 在上面這個 Search Bar 那裏 可以 Search VPN 它放在 Default 好像是關掉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你可以選擇 它一用的時候 你會看到上面這個 網址旁邊 其實已經寫著 VPN這個字 即是說 每一個User 一走進來用的時候 它已經 如果你 Enable 了 它已經 VPN 了 那我就很八卦 我也想了解 為什麼 Serve Shark 它已經有幾百幾千個 Server 它的IP 都有機會黃了 給 OpenAI Backlist 的IP 為什麼這個 Opera沒有呢 我看過 原來它 Opera 的 VPN 不是真的 一個它叫做 Encrypt 的 VPN 原來它是純粹 可以作出一個IP 雖然我不知道它怎樣可以作出一個IP 所以它 免費這個 VPN 不是真的一個 VPN 我們理解有 Encryption 很多這些 它是純粹跟你作出一個IP 但是對我們來說 如果是純粹為了用 Check GPT 它作出一個IP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這件事 那我就發現 還有 由於 我用了 Opera 這個 Browser 我已經一早是 Lock in 了 如果那個 Check GPT 的時候 下次走進來 它仍然是 在這個Mode 已經Lock in 了的狀態 那就是說 用這個 Opera 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 免費的 第二 就是Lock in 了 你那個 Check GPT 不用再Lock in 第三 會節省你很多時間 因為 你特意要開一個 Surfshark 去按 Connect Connect 然後又要再Lock in Lock in 了又要檢查一下 你是不是人 每一次 如果你用得很密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煩獻 每次可能用兩分鐘才算 但是你又不是 整天用 你偶爾用 但每天要用幾次 那來來回會 按來按去 我覺得是很麻煩的 但是我發現了 原來用 Opera 這個 設定 裡面有VPN 這個方法 就算不是真VPN 是假的 在扮一個IP 也好 能夠滿足到 用 Check GPT 這個方法 希望可以幫到你 或者有些朋友都有試過 但這個 就不包括 一個付費版本 付費版本 我仍然是在用 Crypto信用卡 有些會找外國的朋友幫忙 如果你有其他好的方法 你都可以告訴我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 如果都喜歡看這些片 可以Subscribe 亦都可以Share 給朋友 還有 繼續看我其他AI片 和Digital Marketing的片 是很容易的 是很容易的